在本文中,我们将深入了解精神分裂症的症状,并分享一些方法来区分儿童是否只是调皮说谎,还是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。 大家好,我是您的资讯小助手小雨,是下雨的雨哦。 我们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这些复杂的概念,帮助您更好的理解。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,其症状可以在不同人群中表现得不同。 常见症状包括,幻觉,患者可能出现听到,看到或感觉到并不存在的事物。 例如,他们可能声称听到别人的声音,但实际上周围并没有人在说话。 二,妄想,患者可能有错误的信念,坚信不可能的事情是真实的。 这可能涉及迫害妄想,认为别人在追害他们,被控制妄想,感觉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等。 三,混乱的思维和语言。 患者的思维可能变得杂乱无章,难以理解。 他们的语言可能变得离奇,难以跟随。 四,情感问题,患者可能情感波动剧烈,无故地感到极度的恐惧,愤怒或情绪平淡。 五,社交退缩。 患者可能远离社交,不愿意与他人互动,甚至出现孤立行为。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些调皮捣蛋的行为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患有精神分裂症。 以下是一些区分的要点,频率和持续性。 调皮捣蛋的行为通常是偶尔的,而精神分裂症症状是持续存在的。 如果孩子的行为持续数周或数月,或者在不同情境中都表现出类似的症状,这可能是一个警示信号。 二,现实性。 调皮捣蛋的行为可能会涉及小谎言,但通常与现实世界有关。 而精神分裂症症状可能涉及荒谬的妄想、幻觉等,与现实世界脱节。 三,情感和社交联系。 调皮捣蛋的孩子通常能够建立和维持情感联系,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社交退缩和情感弹漠。 四,言语和思维。 儿童的语言和思维虽然可能幼稚,但通常有逻辑性。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言语和思维可能变得杂乱,离奇和难以理解。 五,家族史和早期迹象。 如果家族中有精神疾病的历史,或者孩子在早期表现出异常行为,这也可能需要引起关注、专业咨询和帮助。 如果您担心孩子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,建议咨询专业心理医生或儿科医生。 专业医生可以根据详细的评估和分析,帮助您确定孩子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干预和治疗。 结语,我们希望本文能够帮助您更全面地了解精神分裂症症状,并提供一些方法来区分儿童调皮说谎与潜在的精神健康问题。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了解或有任何疑问,请随时寻求专业帮助。 我们的目标是让您对这些复杂话题有更清晰的认识,以便更好地照顾自己和您身边的人。 愿您和您的家人始终健康幸福。 注意,本文仅供参考,具体情况建议咨询专业医生。 感谢收看,欢迎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红圆善远。